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编 相信在看完官方介绍的这个最高级变身抽卡箱的组合包之后 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就是我到底该买大包还是小包 那下面呢小编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让大家知道你应该买哪一个 第一个如果你觉得你的运气很好可以抽到这个纸变的话呢 你就去花4000转去买上面这一包 那如果你觉得你是比较务实型的玩家呢 小编建议你把4000转挪来买下面这一包 因为下面这一包小包的它至少你可以拿到两张保底的蓝变 然后还有两张各两张 就是总共会有四张的最高级的变身抽卡券 还有十张高级的变身抽卡券 那这边的话呢简单来说总结就是你可以拿到两张蓝变 然后还可以有四次加十次的机会去体验挑战这个几率 如果你是欧洲人的话呢 基本上在这里你就应该中了 好那如果你这个不够的话呢 小编建议你这时候你再去挑战上面这个大包的 好大包的话虽然说可以11抽 但是基本上很多人很多人很多很多很多人会抽到11张绿色 那这11张绿色你一定会中蓝吗 未必 最近的几率大家都很清楚 当然如果你觉得你是欧洲人一定有这个几率去挑战的话 或者是你想试试看的话呢 就直接去挑战这个大包的吧 那以上心得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如果喜欢大补铁的影片的话 记得在我们影片下面帮我们按个赞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咯 记得订阅咯 拜拜